配合水利署推动水域型太阳能发电系统计划 水利局在宿古园区公至12自容池上设置水域型浮动太阳能发电系统 今日正式启用 总装置发电量可达5.9800万瓦 估计每年可产电800万度 约可供给2263家户使用 太阳能我们现在有分座有座屋顶型的或是地面型的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浮世的太阳能的发电的系统 水利局自去年7月开始办理此发电系统 并由友达光电子公司远近绿能签约成租 碳能设施面积约4.25公顷 投资金额约3亿元 水利局长彭少博表示 我们发的电就直接可以进到台电的溃线 就进到台电的系统 所以这个位置是相当相当的不错 一年可以发800万度的电 友达资政处长吴嘉钦提到 发电量相当于可以供给2627个家庭的用电量 每天发电量是22637度 相当于减少 一年减少到4500公顿 一年可以减少4500公顿的二氧上排放量 代理市长李梦彦说 那这些水域 这个如果部分作为太阳能的发电 不只可以来增加这个绿电 一个干净能源的这个供应 那我想也对于水域上的这个减少优氧化 等等也有帮助 那政府部门也可以增加一些的收入 我想是一局速的 那目前我们已经累计 有4000多个太阳能发电的个案 那已经达到454MW的这个发电量 那我们相信未来在两到三年内 应该这个1000个MW的这个目标 就可以来达成 而对台电连日跳电事件频传 李梦彦回言表示 台电供电相当稳定 供电注意应付目前民生所需 呼吁市民不用担心 记者就到台南采访不到